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接下來來看一手VIA對上瑪莎爾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那最近紅牛杯的賽事在準備決戰 就是決賽杯 那比較沒有比賽可以播了 那我們就先暫時回到天梯的一個比賽裡面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地圖的方面吧 阿拉伯這場地圖大家都蠻熟悉的 那我們就直接看兩邊的地圖位置 那目前看起來伊索比亞這邊的一個黃金位置 雖然前面比較靠前 但這裡有這個木頭區 還蠻好防守的 那比較需要守的地方是這塊區域 比較難守一點 右面這些地方看起來都是蠻好圍的 好 防守方面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果樹也在後面 時候也是 所以伊索比亞前期有一個不錯的優勢在 因為他這個守的方式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分框都在左右兩邊 算是前期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瑪扎 瑪扎的黃金在後面 果樹在右邊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瑪扎前期也是過得很好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塊野晶可能會有點糟糕 因為這個有點太靠敵方的位置 那這塊野晶要怎麼搶回來 是個問題 而且這邊只有個小小的高地 如果把城堡蓋這裡的話 這邊金礦還是有可能被騷擾到 如果蓋這邊的話 又有可能被對手蓋著高地堡 直接架著打 都有可能 這些蓋城堡防守位置 在 遊戲初期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規劃一下 好 那個看起來兩邊地圖 都還可以 但是瑪扎這邊比伊索比亞更遼闊一點 這邊可能要這樣子稍微圍一下 然後用TC連防 或是直接這樣防一下 好 圍一下圍一下 之類的 把他這樣子圍 其實要圍的這個 防守成本太高了 很容易就會被敵人打出個洞來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戰術的選項如何 瑪扎爾的能力比較特別 是他雖然經濟加成是沒有的 是零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這個赤猴 跟這個步兵 就是這個一級弓 以上封建時代直接給一弓 然後 城堡時代的話 又會馬上再給一弓 就是免費升級的概念 而且是一到這個封建時代 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瑪扎爾有一些玩家 會利用這個優勢 封建時代打這個大肉碼 然後連拼這麼多點 然後爆堆碼 然後直接尻尺 這個戰術 是以前瑪扎爾的玩家 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有免費義工的關係 所以前期打這個木槍速度 非常快 但我打房子也是 因為房子帶來的 Hands Night是 0加 減2加0 這也沒什麼防禦率 好 那這邊 放到封建時代之後 防禦率會多加1 那這邊加1功能 你就很強看 這個攻擊6攻啊 6攻赤猴 很痛 彈死了 直接連肉碼都不用出了 直接用這個原本的赤猴 就尻死一村了 然後後面這隻兩棒棒 沒有燒到任何東西了 因為兩棒棒威瑟力不夠 菜房子速度也是很慢 菜房子速度也是很慢 欸 但左邊這裡又有一隻落單 要不要去抓一下呢 啊 要先抓上面這個也可以 好 那這邊看到一村 要不直接抓掉嗎 好 1到5滴 很快 哇 砍8下就可以死一村欸 但是這裡有一隻村民怪 支援可能全套會扁死赤猴 左回一島怎麼拿 但是赤猴也剩1滴了 這邊要繞一下繞一下 那這邊啊 這個村民要守好那隻殘血的 哇 這裡很精彩喔 兩邊單位都只剩一滴血 赤猴能不能 回頭收掉 然後過去直接硬砍 哇 砍死了 但是赤猴也倒了 但是馬扎爾超賺啊 哇 你看這個赤猴加一弓 這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傷害力超猛 哇 你看連這個 直接加一弓 赤猴都可以輕鬆砍到這些民兵喔 那民兵只有4滴血的 要4攻的傷害而已 哇 這個吃喔 馬扎要吃喔 就是強在這裡 在這個封建初期就有如此的戰力 所以馬扎的前期爆馬真的很強 如果有機會可以點下品種的話 哇 他也可以算是 封建時代 在最快承起的弱馬快攻戰術的玩家 的一個戰法 欸 怎麼說呢 這個有點像是 星海的蟲族那種感覺 爆狗流 直接在很早期的時候 爆一堆狗 去騷擾 那馬扎爾就很適合這個戰術 風天使代爆那堆馬毛 一直在那邊亂砍 然後去 當敵人 消耗很多這個 防守成本 去蓋房子去圍架 然後硬去圍 好 很有可能 如果對方圍得慢一點 或有點失誤的話 也很容易打進去 欸 這是不是有個洞 欸 欸 嘿嘿嘿嘿 我剛剛想說為什麼這裡有個洞 哎呀 兩隻隻手直接進來 但又是殘小 好 那次後這邊直接輸出 剛好把這個果樹吃完 往後退一下 但又一隻手可能要死了 哎呦 但是又殺到一村 馬扎爾 領先山村 怎麼輸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有擁有 全遊戲裡面最快的攻兵 攻速最快的攻兵 攻兵的攻速可以提升18%的樣子 以前我記得好像是22% 然後有慢慢下修下來 以前那個速度真的超級恐怖的 但現在比較平衡一點 那伊索比亞的文明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投石車 可以擴大這個 傷害範圍 他也算是 投石車裡面 攻城 投石車來說 攻 欸 射程 射程算普通 但是他的範圍非常大 很容易就可以砸死一大牌的兵 所以伊索比亞的攻兵加投石的組合 算是相當恐怖的 因為你們要想 其實 伊索比亞這個能力 算是有點在卡布他弓箭手 因為如果投石車的攻擊範圍 可能變大的話 對於打戰毛兵是相當簡單的 那伊索比亞只要出弓兵加投石 基本上就是玩客對手 對方出戰毛 投石車直接砸滿 然後出弓 如果出一堆騎兵的話 伊索比亞的長槍兵 也可以免費升級到這個中裝長槍兵 對於防騎兵來說也算不會太弱 基本上如果你想玩弓兵的話 玩伊索比亞就對了 沒什麼太大的弱點 而且還可以強化對抗戰毛的一個方法 所以伊索比亞如果玩得好的話 可以算是沒有太大的弱點 而且他本身撲兵也可以打 可以打這個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的話是近戰攻擊力 非常高的一個單位 然後雖然防禦低了一點 然後血量也少 但是攻擊力巨高 玻璃大砲非常強 伊索比亞的話 就是打這個弓兵加頭車 還有彎刀勇士 基本上就是玩客對手了 騎兵路線完全不用想 只有三放也沒有平種 所以伊索比亞最不該打的 就是這一個騎兵了 馬扎爾的話 是打這個騎兵有優勢之外 打馬功力很強 所以馬扎爾到後期的話也可以考慮打這個馬功的路線 那如果馬功的話很容易就會被伊索比亞的弓兵射爆 或是投車 所以我估算這一局 馬扎爾應該是不會出到馬功 雖然他的馬功射程非常遠 是全遊戲裡面最遠的馬功射程 那如果不打這個馬功的話 馬扎爾的話可能要直接打這個寶兵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馬扎爾其實也沒有其他太多的能力 他這個寶兵可以不用黃金之外 那如果要直接硬打的話可能會有點難打 那最好的辦法還是出這個戰矛 那我們剛剛說到戰矛的話 伊索比亞還可以點一下這個金冠科技 可以讓這個投石器的攻擊擴大傷害 攻擊範圍變大的一個效果 所以戰矛來說也不是最有解的一個方式 只要搭配一些騎兵去做包夾比較好 好那這邊毛兵直接過來騷擾 但是這邊應該是打不太進去 三隻肉毛這邊騷擾 後面攻兵要上高地直接射進去的樣子 這邊可能圍不起來了 有沒有這就是我們剛剛前提講的 馬扎爾這邊的防守成本很高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在這邊他圍範圍太大了 魔物來不及圍完第二層 你看他之前圍了這麼多 終究還是要被打進去 然後這裡還有兩隻長槍兵 所以這個肉馬也不能很急死的 直接上去砍 只能先拿到家裡 稍微守這個高地 一過來就追過去 這樣就這樣 那兩邊都已經點下城堡實彈 那伊索比亞這邊會暫時有升級的優勢戰 然後看一下這邊進去之後會怎麼打 加速一下 看一下 好工兵被逼到死角 這裡也被圍死 但伊索比亞這邊不知道 戰矛直接衝去硬點 最了解優先把這個長槍兵丟死 不然他會變重裝 我要變重裝長槍兵了 結果硬戳 但是這邊是優先點弓兵 哇好像也可以 戰這個毛兵直接吃全部啊 哇毛兵全康克 長槍兵雖然瞬間升級了 但是還是直接倒了 最近這個長槍兵還是怕弓箭的 好但是伊索比亞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可以升到這個奴兵 奴兵的這個攻速3號會非常扯 這樣有二級色 如果再讓他迅速點出這個大雪 再點一下這個彈道雪的話 這個伊索比亞會跟鬼一樣 但是伊索比亞的選擇是先開雙TC 3TC開局 因為要點這個大雪 那這邊彈道雪我們會晚一點 好那瑪莎亞這邊的走向是 選擇點這個戰馬吧 戰馬還沒有升級 先點一下劍羽跟二級伐木 但是戰馬的升級還沒有點 戰馬的升級可能趕快點下去會比較好 不然這弓兵已進來的話 可能鬼切滅地唷 很難守 因為這邊是二級色的伊索比亞的弓兵 哇 攻速很快 好馬上點一下二級遠方 跟這個戰馬的升級 等還好伊索比亞是走的一個是 沒有大雪的路線 所以這個弓兵會試的歪一點 你看這個弓兵開始甩了 甩弓兵 伊索比亞就很像星海的機槍兵 開始甩了 邊走邊射邊走邊射 但是這裡沒有先射這個騎兵 這有點奇怪 沒有關係先射這個戰馬 我覺得有點太優 覺得還是先射騎兵比較好 射到一隻騎兵就賺75斤了 射了這麼多戰馬 一個斤都賺不到 好 那這裡瑪巴恩到城堡室 開了一個單TC 那並沒有再開第三個TC喔 也沒有點下大雪 這邊可能是有點支援不太夠 沒有辦法直接開3TC 這邊是優先喔 去補這個農田 那補二級農田 但是沒有點二級農 補這個農田 但是沒有點二級農 就怪怪的 哇靠就順序就顛倒了 等一下才點這個二級農田 但是田已經灑了一片了 那就有點小虧喔 正常來說二級農田滿了之後 再去灑會比較好 那這邊有可能是要顧慮自己要出大量騎士的關係 所以還是先灑田 先不管這個二級農田 好二級農田這邊灑下之後 戰馬開始往前推 你所必要對戰馬這個時期 還算是比較實力一點 畢竟自己的馬是超級爛的 一定要靠這個彎刀勇士 直接上去硬砍 雖然彎刀也是被大量的戰馬擊火還是很狂 所以伊索比亞在城堡時代 最好對抗戰馬的方式 就是直接出頭石車 好再出了 一講完就出了 好在哪裡呢 頭石車 BK的位置 農民看到呢 在這裡 才剛按下來一點 大概50% 好戰馬補下之後 馬扎這邊會怎麼繼續打呢 這邊是補下第三個TC 3TC開農 好目前馬扎看起來經濟算是比較好 那邊連這個輪走都有點 但是伊索比亞輪走沒有點喔 那現在是 伊索比亞是64村對上我們7村 直接出現了一個64的情況 64村非常多喔 哇明明被殺到三村 卻還有67 哇這個馬扎的村民術 落後的有點慘 雖然伊索比亞 比較上城堡時代 會領先正常 但這邊 你要想他是被殺三村 然後被砸到 哇靠 血虧 伊索比亞前面被殺三村 但是卻可以領先對手 先上城堡時代喔 就知道這位伊索比亞的玩家 他基本功是做得很扎實 雖然他防守出現了一點漏洞 這盾是一個漏洞 這裡有個漏洞 但補起來 但是他的基本功做得很好 所以他經濟並沒有輸太多 反而是到城堡時代之後 還可以稍微領先 所以世紀帝國一直在強調這個遊戲 並不是在拚手術的 而是在拚你的經濟觀念 跟一些基本的配置 那你只要配置一好的話 經濟一好 很容易就可以擰壓對手 反而手術 手術之類的並沒有那麼重要 反而是這些經濟觀念 是非常核心的一個問題 那代表是觀念 觀念 觀念是這個遊戲 更持重的一個東西 對方出手兵你要做什麼 對方暴兵你要農 還是防守 那如果要防守要怎麼搞 類似這樣的問題 在你看到對手出兵的那一瞬間 你就要去 開始做一個方法 不論是單純暴兵 單純暴兵 你要 才要去 忙著去發展一些經濟 那也是一個課題 這就是世紀帝國好玩的地方 好 那這邊馬上連下二級馬房之後 戰馬兵也在射 有在射吧 欸 剛剛好像看到有在射 但又 好 但是這邊可以慢慢轉馬 那轉馬的話 確實比較好打這個投資特 沒有馬的話 還是蠻能打的 那馬的話 有這個二級房之後 就比較能上 而且品種也點了 騎士雙訪全馬 那這邊有這個TC在這裡 投資特會往前嗎 現在馬札爾在等對方 如果上來硬點的話 騎士會上前衝鋒了 看這個戰毛病數量 似乎不是很多 黃金 氣馬札爾挖得很少 只有八本在挖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少 畫這個時候 應該都知道到實際了 欸 欸 他正在這個 蓋碼 不好意思 他就在拿 挖到黃金的衝去蓋碼 對喔 有一點 稍微 嚴重到他的足跡 但沒有關係 馬札爾有二級絕金喔 那級絕金的話 可以讓馬札爾迅速獲得黃金 好 31手機好了 投資車越來越多的 弓兵也是 你看這弓兵的攻擊速度喔 非常快速 大量箭雨直接開射 好 那弓兵直接走進來 看到TC 想要偷偷射 臭秒 在這邊收射得非常快喔 直接把這裡面塞好四吋 這樣馬上來偷偷運點吧 好 點一下跑速之後 慢慢在局域集結騎士 裡面騎士已經蓄勢待發了 OK 跑速升級好了 有要準備衝鋒了嗎 騎士衝鋒 加上後面弓兵 戰毛的資源 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呢 好 這邊 戰毛從左邊偷偷溜了出來 主力還是要靠這個騎兵的樣子喔 騎兵要能包到對方的一個弓兵才有效果 不然一直被拉著打 這個騎兵的效率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伊佐比亞這邊有偷出幾隻騎士喔 好這邊要來前壓城堡 但是這邊戰毛出來 直接被騎士抓包完蛋了 一個後方資源 對著一個戰毛直接被抓掉 這樣會很傷喔 欸經過這邊 本來要蓋城堡 看到大洋騎士衝了出來之後 後面直接往貝拉爾 直接取消 後面開始往後射 後面開始往後射 也是碰這個戰毛兵去硬點對方的一個弩兵 沒有這邊讓他隨意去打騎兵 那這邊控制系列非常好 雖然戰毛已經算得差不多了 雖然大洋騎士直接點壓過來 但是伊佐比亞騎士有點慘 因為他們的騎士是沒有平衡的 沒有平衡的話很快就會倒地 那這邊騎士有個細節 拉到高地的時候直接回頭 砍弓兵 弓兵說高地騎士的傷害洗浪掉得很快 但是這邊騎士雖然不夠多 只要被拉得打 哇 這邊伊佐比亞直接轉出了駱駝 駱駝直接把馬照逼回去了家裡 哇 那這邊伊佐比亞駱駝可以打 算是一個福音喔 對付騎士來說 還是很簡單的 雖然沒有平衡 沒有平衡 這蠻髒的 好 但是現在伊佐比亞只要騎駱駝 就可以王康對方的佩兵了 對方是一個騎士開啟 好 那這邊駱駝直接硬砍 一隻駱駝上來砍之後 騎兵一隻陸陸陸續續地倒下 你要把他打得駱駝駝駝太多的話 馬扎的這邊停滯喔 只能全部送光 欸 在送光之前還是選擇後撤 兩邊打的也算是蠻火熱的 好 但是馬扎這邊沒有斷村喔 順命村民術來到111村 伊佐比亞這邊好像有點小小斷村喔 故意停村去點地龍時代 那這邊有一個生時代的優勢站 但是馬扎的喔 並沒有去停村喔 所以村民術雖然反超了伊佐比亞 但是並沒有辦法點一下這個地龍時代 那這邊時代會輸的情況的話 城堡再壓下來 這塊金可能會不保 欸這塊金是他的野金喔 另外一塊金在這裡 還有在這裡 所以如果馬扎要出去挖進的話 也是個問題啊 這邊要趕快插城堡 但是現在時代已經輸了 插城堡的話又有可能 這個城堡變成蹦中之爹 直接被對方一個城堡 地龍時代領先的關係喔 直接被投爆 都有可能 所以這邊 目前馬扎可能要先想一個方式喔 去解決這個駱駝的問題 加上這個 他的一鍋兵號的處理會比較好 這邊 我覺得不能爆太多兵喔 他這邊 爆太多兵的話 真的是時代輸太多 但是我們是上帝視角 馬扎並不知道對方的兵力有多少 再來是先強化自己的軍師喔 去防守 好 那是一首帝啊 不知道每次弄不好兵 只有出幾隻弓兵而已 然後用神堡防守這邊 中心的戰線 那馬扎這邊是選擇使用僧侶 去做招搶反射對方駱駝的一個動作 但是這邊招搶的是騎士啊 不是駱駝 哎呀招錯了吧 這個是我後來一定招駱駝 好那這邊直接把對方的公兵逼到城堡裡 但城堡裡非常多的一個箭矢傷害 直接射到騎士上 騎士還是射到很多箭矢傷害 這邊直接前線蓋TC 想來鎖住最快的金礦 但是 這邊一首帝亞帝龍時代又到了 如果這個TC就算蓋起來 也很快就會被帝龍時代的巨型偷使機給砸爛 那馬扎這邊已經可以點帝龍時代要趕快點喔 不然這邊時代落後太多了 好一到帝龍時代的一首帝亞 馬上點下了強弩跟三級射 還有化學的升級 工兵的科技的引路點滿 像是大家的公兵 攻速倒到最高之外 還是最強的能力 好馬扎那帝龍時代三分鐘 還有等待 這三分鐘等待的時間能用騎士擋住嗎 騎士也稍微砍了幾隻奴兵 但是裡面的工兵更衝太多了 射殺了非常多的騎士 騎士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這邊本來想要用騎士去解決對方的聰明 但是好像到城堡這個下面 直接被城堡解決全副的騎士 哇 騎士直接送光 你沒有騎士防守了 還有兩分鐘才帝龍時代呢 該怎麼打呢 我這邊覺得應該 直接按戰錨就可以了 全戰錨 是不是有機會啊 這工兵數量這有點多耶 有點可憐 這二十隻 有點毀天滅地了 馬上巨頭過來開拆了 開始往後跑 想要來看有沒有漏洞可以關 好 黑兵射擊金 TC跨被射爆 哇靠 高地巨頭 直接斬爛TC TC直接倒地 後面這邊大量挖金 控送你只能散人了 好那看來挖金的話 還是要往右邊挖比較好 這塊這塊 這塊是區域的東西拿起來比較好 好但是馬上這邊 離帝龍時代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 呃 手推上才有20秒 所以他只在解那個心血病的升級 那馬達爾這樣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不太有利喔 因為他對於工兵來說 存在好幾 馬達爾本身就是一個工兵文明 但是要對付這種強武兵 確實不好打 但他其實對抗工兵其實手段非常少 不然就是要想像是這個 誒 重型武炮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火炮的一個文物 所以他要打火炮也不肯 打紅色的話也有可能會手腳 那要就看要不要馬達爾去投資這個 遊俠的力分 投資遊俠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但遊俠成本太高了 好那這邊馬達爾決定要點這個匈牙的已經起病了 要把那個大陸馬點出來 所以還是要靠前面去解決對方的一個工兵 誒但這邊城堡立起來之後 這塊錢也不能挖 馬達爾的黃金只剩下兩個人在挖而已 右邊這個黃金他是不是沒有看到 好現在馬達爾已經嚴重斷進 這裡有幾隻工兵走了進來 好這邊右邊看到城堡 馬上把石牌巨頭拉出來 但是起病開始往前派了 大概他自己心裡有屌 城堡可能待會要被巨頭拆 畢竟前面沒有被拆了 好這邊其實是直接過來要來衝鋒陷陣 但是這邊的高地工兵早就準備好 一上來直接被大量的鑒陰射爆 但是這邊還是想去立晚這邊巨頭拆城堡 怎麼辦 新起病直接拆光 拆得不錯 但是這邊的工兵射出太快了 射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好在這邊大量的工兵過來維修 巨型投石機還在炸 誒喲差一點炸到 炸來一發能不能炸到呢 誒喲又炸到了 好險這是高地欸 如果是敵地就爆了 炸來一發 如果要準 歪了 要是這一發要中的話就好了 說村民來修應該是沒機會了 除非正中同心 誒歪爆 打到後面的村民 誒沒有資源修是不是 修到一半 炸到村民 趕快再去移修 喔喔喔喔喔 能就捨起來 可以啊 這就是為什麼 城堡都要蓋在高處 高處實在太多優勢了 千萬不要輕盈的 把城堡蓋在這種地 人家只要一個高地巨頭 很容易就把你 壓在地上 多熱情好 好 那正面的話 用一些少量的星體 去防守正面 那現在主戰場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巨頭還在努力在查 但是這邊再怎麼砸 這個巨頭實機的血量 還是會很容易被修了回來 畢竟這個傷害是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並沒有辦法正中紅蟹 就一把倒了 然後兩把都正中紅蟹 才可以秒掉 好 我們這邊拿著非常多的戰毛 開始起射 好 這邊有三級四公化學 戰毛變成三個 已經打到頂攻了 那這邊 修城堡的人 是不夠多 這邊有非常多的 長槍兵在後面 在長槍兵 會上去底嗎 但是後面有各種長槍兵在防守 目前一手DR 弓兵效果非常好 射掉了非常多的一個肉麻 肉麻要上去硬頂的話 可能被擊兵失控城堡 還是守住 這一波交換 正義戰 馬上打出了 那這邊幾立直接上來 硬抽這些長槍兵 硬抽一戰毛 上毛也省事了非常多 但是肉麻只要後面 包進去強弩 強弩直接被包了一些其他 但是強弩傷害是太高了 高地射擊力的效果太好 肉麻已經動光了 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波兵現在還是很多 還有16隻 但是前線的戰毛 希望也變少了 沒有撐到防守 這一塊區域 只能往前撤退 這裡不撤退的話 可能會受更慘 雖然後面有更多肉麻補過來 但是這邊前面有擊兵 有擊兵的話 還是很難受 擊兵抽到腦筋太快了 戰毛兵把它去安安堆一點 擊兵可能是最後的希望了 好 直接拿這個戰毛兵 等過 好 這邊 肉麻可能過來硬點這個強弩 但強弩還是被擊兵 保護得很好 好 肉麻看到旁邊挖石頭了 好像去偷拆一下 做出村民 中間這些地區 還是很難把手下的感覺 戰毛要趕快具體在這個高地上 他有機會喔 他一直用這個高地去打出一大傷害 超有機會 好 戰毛兵 打擊兵效果很好 還是不錯的一個傷害 但對肉麻就沒辦法好了 但沒什麼關係 對方的一手幣 肉麻是沒有三防的 所以戰毛打多了 這傷害打久了 還是可以打死肉麻 好 這個高地看起來 還是動作守不住 對方的擊兵太多了 他自己可能要補下更多射箭茶 他有機會 但是自己麻炸的肉 其實不太夠多 就49片田而已 正常要打肉麻 又要打蛋毛的情況下 最好都要補到70片田 那他等人少20片田的情況下 這邊會斷村 斷兵也是正常 這邊村庫也是越少 只是他90幾村 那一手幣啊 這邊一直有在進攻的關係 這些農民 在右邊這邊的挖礦地方 哇 全部都被騷擾到 而且巨頭被拆支在蓋城堡 這個城堡能不能蓋起來也是個問題 這邊戰寶想要立挽這邊 殘虎的進攻 但是這邊調子的階段也是很高 這邊直接硬點攻 先硬點上方的戰寶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肉麻清掉熱兵蓋城堡的科迷 直 蓋到70%之後 兩發巨頭要直接拆掉了 完了 發一發 城堡沒有時間低 直接送掉 城堡倒了之後 馬薩也打下了GG 哇 馬薩這邊前期打得這麼好 但是後面卻變一手幣 逆轉回來 這一手幣是不是有點猛啊 哇 如果是我前面被殺三村 我早就心太炸裂了 我絕對不會想繼續打下去了 而且這邊一手幣 這邊二級農田 到遊戲快點數才點下來 他其實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馬薩這邊還是爆炸 怎麼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個一手幣怎麼GG這麼好 看他的數據也是不錯 挖掘黃金量很多次很正常 因為他這邊也是非常吃雞的文明 而且有一些重要的野精 也是被一手幣戰下 馬薩好像一直沒有找到最後一塊野精 在右邊那個位置 他最後蓋城堡的旁邊有看到 但也是為死一晚 馬薩也蠻奇怪的 他自己也是知道自己要打肉麻的情況下 那卻也沒有補下更多農田 所以導致這邊經濟有點爆炸 木頭有點挖太多 剛剛最後結束的時候也剩兩千木頭 馬薩這邊相當可惜 這個戰毛沒辦法非常量產 所以這個強弩也是非常難打 那還蠻可惜的 一手幣沒有出這個頭死車來反擊 畢竟戰毛數量也不是很多 除鞋肉麻還是能搞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